人的一生最多不过百年 一个人也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 人的品德操行如何评断 在我看来至少不能背离所处时代的良知与道德标准 倘若能超越所处时代的普世水平 父母官若能如此 可造一方之福 一国领导若能如此 那真是举国百姓之福了 诸葛亮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呢 刘备撒手时 承举国而托之 托给他的是什么个局面呢 是成康还是文景 是铁桶江山还是太平盛世 很遗憾 是个连年兵灾 百姓颠沛流离的乱世 因此 我想在如此战乱的时代之下 严刑郡法 位属无三国都是免不了的 但同是严刑郡法 各国的差别在哪呢 主要区别就在 郡法与严刑都是死的 谁来判 判得公不公正 判得有没有理 罪罚相称与否 这是活的 也是最关键的部分 由此可知 为什么陈寿那句评论 有大部分都是在赞赏诸葛亮赏罚有道 在根据三国志的叙述行政虽俊而无愿者 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也可明白 陈寿并没有过多的修士 直言诸葛亮在刑法预证上一直都是严峻的 但是诸葛亮却能做到举众无愿 原因则是在于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就是区别所在了 我列举一下白话翻译 先是百扬先生的翻译 陈寿曰 诸葛亮当丞相 安抚人民 建立文官制度 限制官员权利 一切遵照法令规章 诚心追求公道 对忠心耿耿 有益于国家的人 即令是仇家 也要赏赐 对违犯国法 工作懈怠的人 即令是至亲 也要处罚 承认自己错误而情有可原的 再重的罪都可减轻 花言巧语 死不认错的 再轻得过失也要处刑 善行虽小也会奖励 恶行虽微也会贬折 人情世故 都有深刻了解 对事件一定探讨它的根源 对理论一定考察它实践的结果 极端厌恶虚伪 全国人民对它都心怀敬畏 刑罚虽然严苛 但没有人怨恨 因为它公平正直 明察秋毫 堪称治国的伟大政治家 可以跟管仲 萧何相比 另一版本白话翻译 说 诸葛亮刑罚虽然严苛 但百姓却没有怨恨 这是因为它用心公正 而且劝戒分明 还有几例 由于都是古文 比较枯燥 我就不一一述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行观看 看完上面引用的一众资料 大家觉得 诸葛亮治国言吗 我看是真言啊 但是 中国千年封建制度下 一切政治运作 都很难达到纯粹的法治政治 所谓赏罚之道 更受君主个性操弄 而有很大落差 就好比人常说 汉初尚宽 可这说的确切吗 事实上 汉朝的刑法 几乎保存了秦朝大部分的酷法 所不同的只是使用的程度 不及秦代的彻底 但这支陷于几位比较宽厚保守的皇帝 如文景元成朱棣的时代 若遇到严厉的皇帝 如汉武帝 则用行的俊科 并不亚于秦代 总之 汉朝具备秦朝的科法 但其用的法则 因历朝皇帝性格的不同而有宽严的差异 所以 确实可以说 诸葛亮以严行俊法治国 但他能言而不烂 言而不忘 真正做到言而慎行 言而详行 持心公平正直 寓意劝戒明察 所以才没有遭到百姓怨恨 这在当时或前后相近的时代 颇为难得 所以 诸葛亮的严行俊法可以体会 但也要能明白 他是如何使用严行俊法的 毕竟 当权者 己身的品德操守 极为关键 难怪 近武帝司马炎 听闻诸葛亮的事迹后 也赞叹 善哉 若得此人以自负 岂有今日之劳乎 只可惜 诸葛亮这样的人 在历史上太少 而且也有许多虎头蛇尾的人 年轻时很有为 林老就变得昏庸的 也屡见不鲜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唐玄宗李隆基 胡语有云 身怀利器 折起杀心 慎而重之 曹操 诸葛亮和孙权 都曾手握国家军政这个天下利器 以他们当时的身份 及拥有的权柄 想要杀人或星大雨 无非使个眼神 身旁就有百十个马屁精赶着去做了 然而 对于赏罚之信 罪行去从 诸葛亮在三国这几位当权者中 确实有过人之处 也足堪后世学习 借鉴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小言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关注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